欢迎回来 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我今天会分 小美酸甜美味的番茄炒一面食谱 希望大家会喜欢 番茄所含为生素C 芦丁 番茄红素及果酸 可降低血胆固醇 预防动脉中样硬化及关心病 番茄的营养价值很高 包括维他命A 维他命C 维他命K 甲质及液酸等等 较多人提及是茄红素 番茄特别适合在晚餐进食 可帮助身体在夜间 喝成一种降低脂肪的脂肪酸 并且晚上吃番茄能增加纤维脂的摄取量 有助控制体重 维护健康 赶紧关注我收藏食谱了 以免加开水泡软 不需要浸泡太久 避免影响面条口感哦 以免滤干水分备用 番茄洗净切瓣 鸡蛋打入碗内打散备用 煎熟鸡蛋切成小片 下番茄炒 煎熟鸡蛋切出红油 加一汤匙番茄酱调味 倒入半碗高汤 倒入半碗高汤 下一汤匙番茄酱调味 下一面 一茶匙蚝油 炒至手指就可以了 摆盘了 开吃了 这个炒衣面简单美味 赶紧学起来了 衣面 又称衣服面 是一种油炸的蛋面 流行于中国大陆 香港 为粤菜经典主食 衣面是中国著名面食之一 因在民间广泛的流传与改良 传至世界各地 由于衣面与现代的快熟面有相似之处 至今仍有厂家将自家快速面产品命名为衣面 番茄中含有的番茄红素和维生素吸能抗氧化 帮助抵抗紫外泻 促进皮下胶原蛋白合成 达到美容养颜和美白效果 喜欢烹饪的朋友 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有更多美味食谱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有更多美味食谱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西红柿虽好 但对某些人来说 吃的太多太频繁 也会对人体产生明显的副作用 以下八类人因少吃 西红柿过敏的人 肾功能障碍的人 肠意肌综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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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红柿与地瓜相克 同时会得结石病 呕吐 腹痛 腹泻 西红柿与胡萝卜相克 西红柿中的维生素C 会被胡萝卜中的分解酶破坏 西红柿与咸鱼相克 同时亦产生致癌物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美味的简易食谱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也要去看看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